凯瑞威斯顿 凯瑞威斯顿 这个是万年曆战表 所谓万年曆就是100年 都不用调整大小年 也就是四年一论的论业 也就是我们 像今年2024年的论业 就是二月有29号 然后四年后2月才29号 所以明年2025年的2月是28号 然后直接跳3月1号 所以呢 这支表四年后会再一次的 从2月28走到2月29 然后29那天的第二天跳3月1号 所以这就是万年曆 然后这个万年曆呢 是19世纪亚伯拉罕路易斯堡基 他所发明的 然后到了2000年左右 就是20世纪的时候才有开始有年曆 年曆跟万年曆的差别就是年曆他没有四年一论 他只有大小月 也就是有31日的时候 他跳隔天跳1号 30号的时候他隔天也是跳1号 就是大小月 比如说9月是小 然后9月30会跳10月1号 然后10月1号 10月呢是大 所以10月31号才会跳11月1号 这就是年曆 然后年曆是扣期才发明的 然后早期是万年曆 然后这支表呢 重生很严重 精心的整理之后 就变成这一个样子 然后他有GNT 第二地的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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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地的神区 的宫人 然后还有Newith Street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钻石 钻石商 然后据我所知 但是这支万年曆的机星 应该是委托资博 其他资博表 帮他创作的 所以这个作品呢 这支作品呢 全世界全球只有5支 全球只有5支 因为在我的视频里面 资博呢 他早期跟法拉利也有联名 他也有作万年曆 所以资博表呢 是有作万年曆的实力的 然后再带扣 然后再带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台湾有瑞士记事一样水准的工厂 所整理出来的明贵高级钻表 贵金属表 还有所有的 所表的表壳表带面带 无论多老旧 我们都可以整理出来跟原草出厂 一样的水准 还有我们的香工 我们钻石的香工 也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台湾是一个软实力的国家 能够做出用心的作品 以上是10点9分 复杂工人表维修的报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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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